大国盛世的一个龙 是一个张力的龙 那个龙虽然它没有元朝的那种穷凶 只要那么死凶 但是它是不怒自威的 一个大国之君的一种龙颜 这种红是叫铜红 也叫右里红 因为铜作为氧化还原之后 会出红出绿 一般都是右下彩 这叫青花右里红 这里出现一套杯子 十二级花神杯 比如说一年十二个月 每个月用一种花来代表 比如说一月蜡梅 二月信花 比如说六月荷花 八月桂花 每一个月这里采取一朵花 一边是花 另外一面是 银勇这个月花的两句诗 一年十二个月 十二级花神杯 那么如果说乾隆皇帝写诗 是写了最多四万多首诗 但他的父亲雍正帝 批奏章是批得有名的 对吧 而且奏章不单单是正知道了 有的话很血性 比如说他跟那个年庚瑶 要好的时候 年庚瑶给他的奏章 雍正是这么批实的 只要你不辜负正 就说你不辜负 我正就绝不辜负你 正就是这样的汉子 你看好像那个 就像那个武侠小说里面 就是江湖人那种脾气 雍正呢 还有很多的就是批示的奏章 都是就是明确指示 如何做瓷器的 比如说他要做一种瓷器 就是只做一种颜色 要做的最纯最正 就出现了单色油 这种单色油 如果助威要拍照的话 稍微蹲下来拍 会觉得它更透更漂亮 是不是啊 这个单色油 只做一种颜色 要做的最纯最正 这就是 而且如果大家看到质量 这么好的单色油 不用去查笔款 不可能是康熙草 也不可能乾隆草 纸可能是雍正观摇观色油 这边还有一些单色油 那边还有很多的单色油 都是单色油 而且中国人 我们对这个颜色 都是很矫情的 对吧 我们都是很含糊的 比如说月白 像月亮一样白 余度白 像余度子一样的白 那么究竟什么是月白 什么是余度白 什么是茄子呢 像茄子一样的子呢 比如说那两个子 哪个是茄子 哪个是 对吧 一个是茄子 还有老和嫩之风呢 对吧 那么当雍正皇帝 要什么颜色的时候 你只能不能去问啊 不像我们现在水彩颜料 进那个店 按数码化 几几几几号 当时不是的 你还要揣摩圣意吧 好